面对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本地保安人员从2020年起必须通过新技能资格培训课程,以提升他们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与技能。 警方发布文告表示,从2020年1月1号起,本地所有的保安人员必须通过一项名为辨识恐怖威胁的技能资格培训课程。 这项为期两天的课程旨在提升保安人员对于恐怖威胁的警觉,并训练他们如何辨识不同类别的恐怖威胁。 目前本地的保安人员必须修读新技能资格培训中的两项课程,新条例生效之后,他们将必须通过第三项课程。 警方也将要求现有在港保安人员在2020年1月1号前通过这项课程,当中预计有80%将能够按期完成训练。 无法按期完成课程的保安人员虽然仍能够保留执照,不过只能够在货仓和公寓执行任务,直到他们完成培训为止。 警方表示,计划逐步将新条例延伸到所有保安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打赏 二套